Hello大家好我是洋子昭 明天呢就是三战双十一的限定反场活动 届时呢S2和S3的限定武将呢将会在限定卡包当中可以抽取 这一期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S3的限定武将鲁素 鲁素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名辅助 但是呢他的这个面板数据呢又是稍微有点吃亏 首先鲁素的兵种视性最高只有A 本身就已经损失了20%的全属性 然后他在满级不加点的情况下呢是192点的智力和155点的统帅 速度呢有114点武力呢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可以说鲁素他的面板数据本来就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啊鲁素他最主要的作用呢也不是让自己的面板数据有多么好看 当然了如果能给一个兵种宝物把这个面板数据提升起来那是最好的 鲁素最主要的任务呢是把自己的属性移交给需要的队友 他的自带战法继平后施在第二回合的时候呢会将自身40%的属性移交给兵力最低的队友 之后三到五回合呢为我军兵力最低的单体回血 同时呢让其受到的伤害降低 基本上呢这个受到伤害降低呢都是套到他自己身上 因此呢鲁素可以在单核输出的情况下让我军的核心输出获得非常多的属性加成 因此鲁素组队的时候呢就是要保证自己的属性移交给想要移交的人 通常情况下呢有两个方案 方案一呢是战壁加援助体系 让我军智力最高的人携带这个援助甲获得战壁其风的兵刃减伤 然后在第一回合的时候呢援护所有友军 这样的话呢他是挨揍最惨的人 被打得最疼呢鲁素的属性自然也会100%移交给他 但是援助甲呢又不是每个人都有 因此呢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出去作战的时候呢 你的核心输出少带一点兵 比如说少带个500的士兵 这样的话呢鲁素就会比较稳定的把属性移交给我方的这个主力输出手 鲁素他的主流组队思路呢有两个 一个呢是施施盾 这个呢就是通过鲁素把属性移交给张角 然后让张角获得非常高额的属性之后呢 爆杀对面的这么一个战法 可以说是目前最主流的张角和鲁素玩法之一 然后呢通过微信小程序三战模拟大师得出的评分呢 施施盾有T1级别88.3分的这么一个评分 效果也是相当的不错啊 其实我总结了一下 基本上评分在80分以上就是可以玩的队伍 在85分以上就是能够稳定多穿的这么一个队伍 毕竟啊施施盾有多强 大家应该是心里有数的嘛 除了施施盾之外呢 鲁素最常见的阵容呢就是无枪 我第一个PK赛季也就是S4呢 我就被对面的这个喷火盾啊 也就是无枪转型3S盾兵的喷火盾啊 摁在地上那是疯狂的摩擦呀 给我摩擦出了非常深刻的阴影 可以说无枪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相当稳健的这么一个阵容 总的来说呢这个陆迅啊最需要的加强第一是出一个SP陆迅 第二呢就是把陆迅的枪兵给他改成S 这样的话呢枪兵宝物就可以挪到鲁素身上 整体的这个阵容呢强度还能够再提升一个档次 然后呢微信小程序的评分呢无枪是88.6分 也是T1级别的这么一个阵容 跟施士顿的强度呢是差不太多的 其实整体感觉上我觉得也是差不多是这样的 就是无枪他强不强呢他是挺强的 但是你要说他特别强呢倒也谈不上 总的来说呢就是无枪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主要呢就是在兵种宝物这个事情上 最后呢我做一个总结就是鲁素 他是一个给单核队伍打辅助的这么一个角色 然后这个单核队伍呢还必须是一个法师 因为鲁素他的武力值特别低 到目前为止呢其实也就是张角跟陆迅 比较跟这个鲁素比较搭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张角和陆迅 那么你可以考虑去捞一个鲁素出来 如果你张角和陆迅都没有的情况下呢 其实没有必要去捞鲁素 可以说鲁素他是没有假许那么高的这个捞取优先级的 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再见